哈囉 歡迎一起來回顧全員逃走中第四集 第四集為東京台場篇 跟前面幾集一樣 第四集也還沒啟用開局遊戲 所以參加者們可以自由勘察地形 選擇起始地點 這次的逃亡者為9人 獎金為1秒100元 會隨著時間增加上升單價 最終完整逃亡為60萬元 獵人的部分又回歸西裝墨鏡了 畫面上這兩位也是逃走迷 都會有點印象的帥獵人 自首方式為打電話 一共有6個自首電話 另外 自己還特別告知參加者不能進入建築物 相信是被前一集的全員躲貓貓給嚇到了 那第四集又是如何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遊戲開始 倒計時60分鐘 開場兩名獵人 特別的是 這次在開場就宣布 會隨著時間倒數增加獵人 最後10分鐘 總共會有6位獵人 雖然說不能躲在建築內 但是大部分的人 都還是會在遮蔽屋後面待一陣子 前面的空白時間 我們就來快速介紹一下畫面帶過的藝人吧 首先是王牌牛郎 陳孝仁 29歲 因為說自己當牛郎8年都穿著西裝 所以完全沒有運動習慣 目標獎金也只設定在30萬 接下來是搞笑藝人 品川優 他覺得第一個被抓的會是女生 再來是摔角選手 左左目見解 非常愛老婆 跟怕老婆 幾乎所有的話題都圍繞在老婆身上 再來是第一集就有登場的 因氏 仍然是呆猛的形象 一開始就被路上穿西裝的上班主給嚇到 女主播 十本殺之 聲稱對台場很熟 藝人大責欠 少數說出我一定要逃到最後的女藝人 藝人 左藤朱旭 覺得自己明星感太重很容易被發現 並說像板倉就沒有什麼明星味 最後就是被說沒什麼明星味的板倉菌汁 記不住沒關係 被逮捕的時候會再跟你說他是誰 全部帶過一輪之後 時間也來到剩餘52分半 大則欠停下來喝飲用水 喝到一半有發現獵人 決定變換位置躲到草叢後方 結果對著攝影師講話到一半的時候 獵人出現 因為距離太近實在跑不掉 大則欠成為第四集第一位被逮捕的人 剩餘人數8人 遊戲剩餘50分鐘 追加一名獵人 總共3名 而在剩餘49分時 因氏被獵人發現 但很幸運的剛好是紅燈 所以獵人沒辦法衝過來抓他 也讓英氏比較悠哉的走掉 相比英氏的好運氣 佐藤諸旭就沒這麼幸運了 由於太專心的在看地圖 視野死角完全沒有發現獵人逼近 獵人也以貓布的方式慢慢接近後逮捕 剩餘人數7人 遊戲剩餘40分 板倉跟品川見面抱抱 你一定想說什麼鬼為什麼要講這個 抱歉因為真的沒什麼畫面 加上此時剛好又要多放出一名獵人了 就順便提一下 目前總計逃亡者7人 獵人4人 放出獵人後 馬上傳來指令通知 這是現實警報器 我必須澄清 這是原任務內容的言文字 看起來超好笑超嘲諷的 這是現實警報器 剩餘30分就會大聲作響 必須使用其他逃亡者身上的鑰匙卡解除 解除次數不限 而剛有提到板倉跟品川剛好見面 於是他們就說 兩人馬上成功完成任務 剩餘5人未完成 時間剩餘38分半 摔角手見解還在研究警報器 此時獵人突然出現 見解馬上轉身逃跑 索性後來成功甩開獵人 並在之後跟陳孝仁會合 成功幫彼此解除警報 才剛解除警報的陳孝仁 在剩餘33分半時被獵人發現 轉身開始逃跑 順帶一提 此時開始下大雨 而前面就有說過自己體力不行的陳孝 跑了一下子之後決定認輸 蹲在原地被逮捕 剩餘人數6人 之後 殷氏在天橋上看到積山 兩人隨後會合幫彼此解除裝置 此時距離警報啟動只剩一分鐘 目前僅剩10本砂枝還沒有解除裝置 他決定打給品川 但品川在跑步沒有截停 遊戲剩餘30分鐘 10本砂枝因任務失敗 警報大響 而從現在起 獎金上升為1秒200元 遊戲剩餘27分半 積山在步道遇到獵人 因為沒有轉角或遮蔽物 只能硬跑 但最終還是被逮捕 剩餘人數5人 而且女生只剩下警報大響的10本砂枝 遊戲剩餘20分 追加一名獵人 總共5人 而此時砂枝的警報器已經響了10幾分鐘了 居然還沒有被抓 但他也決定前往自首 隨後在剩餘18分40秒時自首成功 獲得315000元 剩餘人數4人 遊戲剩下17分20秒 獵人發現英式 居然是先用蹲走的方式尾隨 並等拉近一定距離之後 才改用奔跑的方式 而這樣的策略也成功奏效 英式發現後 還是沒有辦法跑贏獵人 最終被逮捕 剩餘人數3人 剩餘12分半時 參加者們收到指令 遊戲剩餘5分鐘時 將縮小逃亡區域 必須在現實前移動到指定區域 也就是整張地圖 只剩下左半邊可以逃 而畫面上剛好逃亡者都在右半邊 所以所有人都必須開始移動 然而摔角手艦界才剛開始移動 就遇到獵人 馬上轉往反方向逃跑 結果天雨入滑 艦界就滑刀惹 但感覺獵人也因為下雨 而放慢追捕速度 沒有繼續深追 讓艦界成功甩開獵人 題外話 這個獵人也太帥了吧 剩餘10分鐘 獵人追加 總共6名獵人 獎金為1秒300元 剩餘8分多 板艙遇到獵人 各位觀眾 如果你現在用聽的 請一定要把畫面切過來看這段 這段追逐戰實在太精彩了 因為下雨導致地板非常的滑 板艙跑著跑著 他滑倒了 滑倒後發現前方有獵人決定往回跑 但被包夾只能假動作突破 沒想到效果非常卓越 獵人滑倒了 此時來了第三名獵人 你猜發生什麼事情 他滑倒了 雖然這樣很快 但我這段真的是笑到眼淚流出來 只能說獵人也是人 大家辛苦了 而板艙也盡力了 最終被逮捕 剩餘人數2人 剩餘2分多 間接在移動的過程中 剛好撞到上樓的獵人 很不幸地被逮捕 剩餘人數1人 遊戲剩餘最後40秒 品川被獵人發現 並展開最後的追逐戰 好險發現的距離算遠 而且品川奔跑的速度也不慢 跑了40秒後沒有被獵人抓到 最終品川又逃脫成功 成功獲得獎金60萬元 看完了第四集 來分享一下心得 因為遊戲進行到一半下雨 所以發生不少有趣的畫面 但我在想 如果這集沒有下雨的話 以內容來說 這集算是比較空洞的 總計只有兩個指令 滿有趣的是 積山進牢籠後 第一個討論的事情 是 獵人滿帥滿溫柔的 這也讓我想到 逃走中的獵人 討論度很高 甚至還有各自的綽號 像是 長髮獵人 眉下巴獵人 還有幾位我覺得很帥 但不知道暱稱的獵人 也歡迎大家討論跟分享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